我们来看圣经在以西结束三十七章 以西结束三十七章第一节 这边说 谁知在平原的海谷甚多而且极其枯干 他对我说 人子啊这些海谷能复活吗 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 他就对我说 你向这些海谷发预言说 枯干的海谷啊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这些海谷如此说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 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正说预言的时候 不料有响声有地震 谷与谷互相联络 我观看见海谷上有筋也长了肉 又有皮遮蔽其上 只是还没有气息 主对我说 人子啊你要发预言 像崩发预言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 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 使他们活了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气息就进入海谷 海谷便活了 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主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海谷就是以色列全家 他们说 我们的骨头枯干了 我们的指望失去了 我们灭绝静静了 所以你要发预言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名啊 我必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我的名啊 我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将我的灵 放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 你们就知道 耶和华如此说 也如此成就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父神我们向你来 献上感谢 因为我们知道 你就在我们当中 父神我们向你来祷告 把智慧跟启示的灵 赏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 真知道你的心意 我们也拿起 你给教会的权柄 我们奉主耶稣 捆绑 一切使我们心思意念 没有办法专注的 一切搅扰我们的 都要从我们当中 完全地离开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将我们的心意夺回 降服于基督 让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成为我们路上的光 感谢你耶稣 祷告奉靠结束的圣名 Amen 我们看到在以西节身上 所发生的事情 以西节一开始 在37章说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那你要知道 当我们讲到神的灵 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属灵经验 过去这几个月 我们在每一个月的 全教会祷告会 我们在思想的经文是什么 我们在默想的经文 是路加福音第4章第18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西年 所以主的灵在我身上 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 荣耀的经历 可是你看到了没有 在这个经文里面 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耶和华借他的灵 带我出去 那你说带我出去哪里 带我出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吗 带我出去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收压制的得自由 他说带我去哪里 带我去 将我放在平原 平原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 Valley 低谷 而且这个低谷 是在什么 是遍满海谷的一个低谷 通常当神的灵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们觉得那应该是在高峰 那应该在山顶上 神带我出去 带我出去服侍 带我出去发挥影响力 那应该是一个高峰啊 可是圣经上说什么 耶和娃的灵降在以西节身上 耶和娃借着他的灵 带以西节去哪里 不是往上 是往下 而且走进哪里 走进平原 走到低谷 而且不是一般的低谷 是遍满海谷的低谷 换句话说 有点像在诗篇讲到 你走到诗篇23篇 死因的幽谷 我们觉得死因的幽谷 应该是仇敌魔鬼 可是在这里你看见 是神的灵 带以西节出去 去到哪里 去到死因的幽谷 去到充满死亡 遍满海谷的地方 这让我想到什么 你知道在马太福音讲到 当耶稣受洗的时候 圣经上说 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耶稣的身上 天上有声音对耶稣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所以那个天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耶稣的身上 然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同样的主的灵 降在耶稣的身上 可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 就说圣灵带耶稣去哪里 去到旷野 去到旷野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 主的灵在我身上 为什么是带我往下 而且更下 为什么带我去到旷野 而不是一般的旷野 是遍满海骨的旷野 然后以细节怎么解释 那个海骨 他说枯干 极其枯干 你知道 它不只是有死亡的气息 海骨是 海骨代表它不是刚死 对不对 你知道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有不同的死里复活 比如说拉撒路的死里复活 拉撒路的死叫做四天死 对不对 是还没有海骨的 亚骨的女儿 当耶稣在路上 要去亚骨的家 要医治他的女儿 中间被一个十二年的 血漏的妇人卡住 在卡住的过程当中 那个妇人得到医治 然后呢 就有仆人来 告诉亚骨说 不要麻烦夫子 因为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所以当耶稣去的时候 那叫做刚死 拉撒路叫做死了四天 海骨的死 海骨的死叫什么死啊 有人说死透了 平原充满了海骨代表 在那里曾经有战役 然后战败了 剩下的死在那里 而且死到 剩下只有海骨 而且他描述是 极其枯干 你说主的灵有可能 带我们进入到极其枯干当中吗 利用姐妹 在主的灵在我身上这么荣耀 可是我的生命里面 会遇到极其枯干的光景吗 用姐妹 如果我们诚实地来 看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生命里面 都有极其枯干的海骨 你要知道在疫情当中 其实 我们表面上生活继续过 日子继续过 可是我真的要说 其实这个疫情所影响的 它影响的层面 影响的范围 影响的深度 影响的广度 是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 很多人的生活 陷入到极其枯干的里面 那个极其枯干 讲到不只是他们的财务 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经济 那个极其枯干也包含 他们的关系 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婚姻 有很多人因着疫情 因着疫情所带来的那种隔离 那种疏离 那种疏离 那种孤单 陷入到恐慌 陷入到焦虑 甚至进入到忧虑的里面 这是非常真实的 弟兄姐妹 有一种极其枯干 是你在这里敬拜赞美神 一个半小时之后 你出去 那个枯干还在你里面 你可以宣告 在这边排手跳舞 在这边敬拜神 出去那个沮丧感 那种忧郁 仍然笼罩在你生命当中 你没有办法摆脱 有一种极其枯干 是当你每天晚上 要上床睡觉的时候 你是害怕跟恐惧的 因为你知道 你可能晚上 没有办法好好入睡 你有失眠的问题 有一种极其枯干 是你面对每一天 面对明天 你不带着任何的期待了 因为你努力生活 你努力改变 你努力想要自己更开心 努力想要 让你的生命 更像一个基督徒 可是你在怎么样的挣扎 你发现 你努力过之后 明天跟今天还是一样 后天跟明天也是一样 你知道到一个地步 到一个地步 其实说真的 你知道 你知道海骨 海骨有一个好处 海骨跟 刚才我们讲到的 崖鲁的死跟 拉沙路的死不一样 因为海骨 海骨已经不臭了 你懂吗 海骨已经没有 某种程度 没有死亡的味道 所以很多 弟兄姐妹 我们在面对到海骨 因为我真的要说 其实说真的 日子还要过 对不对 弟兄姐妹 日子还要过 为了过日子 为了让日子好过一点 我们大部分的人 面对到海骨 我们最后会怎么样 我会妥协海骨 我会接受海骨 我会跟海骨和好 甚至到一个地步 我说 人生就是这样 我接受现实 你知道海骨 通常我们会不会 为海骨祷告 不会 你会为亚裔鲁的 女儿的死祷告 你还会有信心 可是你绝对不会 为海骨祷告 你不会为极其枯干 因为在他极其枯干之前 你大概祷告恩变 没有改变 海骨代表的 不只是挫败 那是在挫败当中 你本来还期待 败中求胜 你还期待逆转 可是到一个地步 Game Over 而且我觉得 我期待很痛苦 所以我最好怎么样 我不要有任何的期待 我完全放弃 从个角度 我妥协 海骨 反正那也不臭 我已经接受了 我已经习惯了 我跟海骨共存 也OK 可是主的灵 主的灵 在那一个moment 在那一个时刻 待以西节 走到海骨当中 谁知 平原的海骨 甚多 而且极其枯干 然后他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海骨 能复活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这个感觉 其实 我都已经 放下了 极其枯干的海骨 我也不会再 为这个事情 忧虑了 我也妥协了 突然神 你带我 来看海骨 然后跟我说 人子啊 这些海骨 能复活吗 那种感觉 好像什么 好像马达跟玛利亚 他们的弟弟拉撒路 生重病 快要死了 所以他们找人 去请耶稣 赶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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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发现 耶稣 在他的服事里面 没有赶快 这两个字 你没有发现 他也没有赶行程过 也没有赶路过 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 拉撒路已经死了 四天 如果我是马达玛利亚 我一定会想 你干嘛来 你四天前来 还可以 还有救 你四天后来干嘛 当神对以西节说 人子啊 这些海骨 能复活吗 我是以西节 我会很生气 我说 神你现在跟我谈海骨 我之前跟你谈海骨 你都不理我 我跟你求海骨 复活 你也不回应 到一个地步 我放下了 我放弃了 我不在乎了 我不渴望了 现在你来跟我谈海骨 我已经跟 海骨和好的时候 你来问我海骨 这有时候真的 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会很气啊 因为你为什么不知 我二十年前 你二十年后来跟我谈海骨 海骨都已经埋葬了 都在坟墓里面 突然跟我谈海骨 我已经接受海骨 到一个地步 我已经不会痛了 我不会心痛了 你这时候来挖海骨干嘛 你跟我说海骨干嘛 你跟我说它要复活干嘛 弟兄姐妹 我们诚实地说 有的时候 没有期待 可能日子还好过一点 可是突然你说话 你说话 光是要接受 你在跟我谈 这个枯干的海骨 你在跟我谈 我生命当中最枯干的 其实我们里面 会很想问说 神祂为什么枯干 祂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还不是因为你不出手 你觉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他不是没有原因 他不是没有原因枯干的 他不是没有原因枯干的 你现在要问我 人子啊 这海骨 能复活吗 我如果是以西节 我就会说 神我很不想回答 因为我要怎么回答 我说能 我以前一直都说能啊 我以前一直都相信啊 你现在我回头说 能 那我不是自己打脸吗 所以以西节 给了我觉得 某种程度最有智慧的答案 他说主耶和华 他的意思是说 你别再问我了 你不要再问我了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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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因为我以前感觉很知道 以前我大人的宣告 信心的宣告 现在 主 主耶和华 你是知道的 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 某种程度 其实如果我是以西节 我会说我不太想知道 我真的不太敢知道 你知道海骨 通常已经到海骨的东西 是你不再会为他祷告 在有些东西 你还会继续祷告 继续祷告 继续祷告 当他已经在海骨的时候 你是说反正没关系 我们讲 就交托 不在乎 没关系 我没有感觉 没关系 那突然你问我 他会活吗 我已经不再想了 我已经不再看那里了 突然你要问我 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 当神在讲的时候 其实神有他的计划 我们知道神 接下来要做奇妙的工作 可是我要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 人性是什么 即便我们知道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敢看 我们真的不敢想 因为过去太痛了 因为他从 挫败 到海骨 到齐齐骨堪的海骨 这个过程 太痛了 所以一细节说 主耶和华 你是知道的 然后耶和华怎么说 耶和华接下来说 你要向 这些海骨 发育盐 勇姐妹 我们今年 一直讲到的是 对齐 跨越 小老师上礼拜 跟我们分享 当我们对齐的时候 我们影响的是 世世代代 但是今天你要看 有一个对齐 是最困难的 就是在你言语 话语上面 与神的话对齐 特别是在看你的海骨 所以 明明是神 你现在在谈 复活这件事 我都已经放弃了 我过去跟你祷告 你现在突然要我 对海骨发预言 你要知道 对海骨发预言 你知道海骨是 不会跟你回应 虎头骂 极其枯干 是一个完全没有反应 是你跟他互动 他不会回应 你对他付出 他不会给你回报 你知道 对我们 以西节是一个先知 那先知是发预言 那他通常发预言 有发预言的对象 通常那个对象是活的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就像我们做讲员 做牧者 我们站讲台的 其实我们很喜欢 跟在面前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分享 所以你知道在疫情当中 刚那时候五月的时候 刚刚疫情爆发 非常非常的紧张 然后室内 室内 要五个人以内 你可以想象 琳琅山庄 五个人以内 我基本上看不到任何人 你知道那种讲道 多吃力嘛 因为没有回应 没有互动 没有人在看着 我只有萤幕 只有两个摄影机 然后你要讲道 好像迪雄姐妹在 我跟你讲 你对海骨 海骨完全没反应 所以当主对他说 你要向这海骨发预言 说枯干的海骨 要听耶和华的话 光是做这一件事 某种程度 可能会要我们的命 因为我们连海骨 都不想看 还要对海骨说话 而且还要对海骨说 不是我想说的话 因为我对海骨 还是很多话要说 但是那些话 都不会是 耶和华要说的话 那些的话 是挫败的话 失败的话 是过去我经历的话 是我埋怨的话 是我无力的话 是我羞愧的话 是我愧疚的话 因为如果你问我 从我里面出来的话 一定是这些话 从我里面出来的话 不会是主耶和华的话 因为我的情感 不会想讲那些话 我的感觉 不会想讲那些话 但是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在这个季节当中 神呼召我们 你要跨越什么 你要跨越你的理性 因为当你对海骨 说话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很蠢 你会觉得 我怎么会再相信 你要跨越 不只是你的理性 你要跨越你的情感 因为在你所有的一切 里面会告诉你说 我不想这样讲 我不愿意这样讲 我不想要再期待 我不想要再渴望 神对他说 你向这些海骨 发预言说 枯干的海骨 枯干的海骨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这些海骨 如此说 我必使气息 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 加上金石 你们长肉 又将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 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 我是耶和华 事情上说 以细节怎么回应 于是我 遵命说预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季节 是在你的话语上面 遵命的季节 在你的话语 与神所吩咐的 对齐的季节 不管你的环境 看起来有多枯干 不管你的经济 看起来有多枯竭 不管你的孩子 儿女 他们在一个 什么样的光景当中 不管你的婚姻 有多枯干 这是一个 起来遵命 对你的海骨 发预言的时刻 我要说 我们都知道 当他正发预言的时候 有响声 有地震 事情就发生 对不对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是神的作为 可是在神的作为 神的神迹 临到之前 以希节 必须要有一个 正确的回应 他需要遵命 说 耶和华 所说的话 如果我们 在这个季节当中 我们没有遵命 说耶和华 所说的话 接下来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 接下来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 海骨 继续是海骨 平原 仍然充满 满山满谷的海骨 但是就在这一个时刻 我真的感觉 就在这一个时刻 当你已经没有在看那个平原 当你已经接受这个海骨的平原 我相信神在这一个moment 这一个时刻 在拍你的肩膀 说人子 这个海骨 可以复活吗 坦白讲 你连想跟神谈海骨 都不想谈 但是主这个时刻 带你 再回头看 我真的想生一件事 神在我们当中 要做一个奇妙的工作 你说训真牧师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的家庭 正在经历一个奇妙的作为 我们当中 有些人可能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训光牧师 跟死验师母 结婚18年 18年 没有孩子 18年 没有孩子 可是神 在今年 三四个月前 让喜恩怀孕 18年 我今天的分享 是经过他们的允许 之前要保密保很久 我相信这是一个 prophetic sign 这是一个先知性的记号 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 有些东西在你里面 已经18年 有一些的渴望 有一些的梦想 有一些你所期待的 有一些你跟神过去迫切的祷告 你说你已经放下 你说你不再期待了 日子好过很多 可是我要说 主的灵现在就在你的身上 主的灵就在你的身上 今天主的灵要带你 到你人生当中最深的 最枯干的海骨平原里 然后他要问你的心说 人子啊 这些海骨 可以复活吗 今天你不用跟他说 可以不可以 你只要说 I don't know 主你知道就好了 我也不想知道 但是 接下来 你要做的 就是在你的话语上面 开始与耶和华的话语对积 然后你要对海骨说 你要听主耶和华的话 我必使 主耶和华说 我必使生命 生命的气息 进到海骨里面 听众姐妹 在你已经没有跟神祷告 甚至拒绝跟他祷告 今天主要你回头看 主要你对他说 生命的话 接着你的话语 神要释放生命气息 我们的口不再释放死亡的话 愧疚的话 挫败的话 羞耻的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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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说我 我真的没有感觉 遵命不需要感觉 听众姐妹 我说 遵命不需要感觉 可是完全不合理啊 遵命也不需要合理 遵命需要的 就是遵命 你要跨越 你的理性 跨越过去18年的经验 跨越过去不管多久 跨越 你的 感觉 说神 我只要照着你所说的话 主耶和华 如此说 我甚至不知道 当时以夕节 相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他可能 不是那种 我宣告 大概不是 他可能是 主耶和华 如此说 他其实不是很决定 It's ok 刘仲美 It's ok 我今天不是要 调望你有大信心 因为有的时候 面对骸骨 真的 真的我们的信心 用尽了 已经磨尽了 但是我要说 你遵命 你说同样的话 话语上面 跟他对齐 关于你的孩子 你在说什么 关于你的婚姻 你在说什么 关于你的工作 关于你的事业 你在说什么 关于你的生命 你在说什么 关于你的事工 你在说什么 关于你的人际关系 你在说什么 主要改变我们所说的 主要改变我们所说的 利用姐妹 这是一个在口语 在我们的话语上面 与神对齐的时刻 好不好 我们从未尝站起来 我不知道今天 透过这篇信息 主在对你说什么 我的灵 安静在你面前 甚至你就在这里 今天主要对你说 即便在你 神明当中的平原 海谷里 主的同在 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甚至这个海谷 枯干到一个地步 你已经遗忘了 可是神没有忘记 你已经跟了海谷 妥协了 你不再向他求 因为太痛 可是神没有忘记 有一些渴望 你已经埋葬在地里面 因为太痛 神没有忘记 神没有忘记 今天他要对你说 人子啊 海谷 还可以活吗 你很想要说可以 可是你不敢 你很想要回应 但是你害怕 他我跟你说 你跟他说 你不知道 没有关系 你跟他说 我很想要相信 可是我信不住 有关系 他现在心里面 来回应他 说主啊 你知道 主啊你知道 主啊你知道 我过去以为我知道 我用我的方式 知道 我用我的想法 知道 我用我的理性 知道 我用我的情感 知道 主 我有你知道 主要对你说 人子啊 像海谷发语言 像海谷发耶和华 所要说的话 不再是你的话 不再是你的话 不再是你的渴望的话 不再是你梦想的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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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耶和华要说的话 当他从你口里释放出来 你可能觉得很无感这些话 甚至你觉得你还在怀疑这些话 It's ok 我们唯一需要的回应 是遵命发语言 遵命说同样的话 遵命说同样的话 生命的气息 就要进入到海谷的里面 你继续说 直到你听到响声 直到你听到地震 因为我真的相信 神迹接下来就要发生 神奇妙的作为 接下来就要领导 最不可能的环境 你会看见鼓与鼓 开始连接 长上筋 长上肉 有皮肤必盖擦拭 然后接下来生命的气息 就要领导 在今天结束之前 我特别有负担 我把我每个人眼睛闭起来 我知道 我们当中 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你在一个很深的忧郁的里面 你在很深的焦虑的里面 你在很深的恐慌恐惧当中 神力尝试要摆脱 你尝试要喜乐 你尝试要当自己开心 可是那种黑暗 那种阴影 就是抓住你的心 神迹我们当中 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你有死亡的意念 你有死亡的念头 三不五十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 你说我是基督徒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宣告神的话语 为什么会这样 我要告诉你 你不是孤单的 今天我要特别为你祷告 今天我要特别来服侍你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们 就在我们闭起眼睛的时候 你可以把手举起 我要来为你祷告 如果你在这些当中挣扎 这些的念头 这些的感觉 这些的情绪 会在你里面 你也努力尝试要自己改善 你也努力让自己开心 可是你觉得每一次的努力 让你是更深的挫败 今天主要走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天父要用他的爱 来拥抱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 我奉主耶稣 来到你面前 为着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 特别是那些把手举起的弟兄姐妹 父神你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孤单 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痛 你知道我们在忧郁里面挣扎 你知道我们在孤狂里面 无助 那个焦虑 挟制我们到一个地步 晚上没有办法好好入睡 甚至有死亡的念头在我们里面 父神 我向你来祷告 我把这些的弟兄姐妹 带到你的面前 天父 你的爱 突破一切的隔阂 一切的拦阻 今天来触摸他们的心 我奉主耶稣的命 宣告 生命的气息 进到他们的心思意念 情感情绪里面 生命的气息 也进入到他们的身体 生理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的里面 我宣告 我宣告 主你的生命 在他里面做王掌权 我宣告 那个盼望 要重新点燃在他们生命里面 父神 我向你献上感谢 求你继续工作在我们当中 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主来的祝福 但愿主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众 弟兄姐妹同在 让我们尽力 你是使海骨 复活 成为荣耀大军的神 感谢你耶稣 祷告奉靠 主耶稣的圣灵 阿们 阿们 我们把掌声要归给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最后再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其实刚才在 最后的祷告服事当中 有不少的弟兄姐妹 你把你的手举起 所以我要告诉你 你不是孤单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会觉得 What's wrong with me 我到底怎么了 我要告诉你 你不是一个人面对 你的困难 跟你的困境 这个属灵的家 是你的家 你的家人会陪伴你 度过你人生的 每一个季节 即便是在低谷 即便是在死因的幽谷 你也不是一个人面对 所以你可以放心 你可以放心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 牧长同工 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资源 包括全人关顾中心 辅导中心 就在你 觉得快走不下去的时候 我要鼓励你 做一件事 你说我需要帮助 我需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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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诉你 这个家的家人 会走到你身边 我们会陪伴你 我们愿意陪伴你 这是我们的荣幸 可以陪伴你 所以我要鼓励你 可能有一些的问题跟困难 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胜过 但是绝对没有问题跟困难 是这个家 跟你没有办法一起胜过的 所以你要相信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你属灵的家 我们愿意跟你一起走 走进神在你身边的心里面 如果你相信的话 最爱掌声荣荣归给神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个礼拜见